手指甲勉强合格 差不多到中間 第三節的中間差不多到 就算差一點不到也好 其實都叫做好的手指甲 總之不要短到這樣就可以了 代表人想十樣起碼都做兩三樣 已經可以成功了 手指尾 又不是特別短 手指尾也不算特別短 手指尾其實勉强碰到 這條線 勉强碰到這條線 看不看 勉强碰到這條線 你們觀察力很有問題 是不是沒有話說 硬拿些東西出來說 手指尾其實都合格的 又不是特別對人疑心寵 又不是特別容易相信人 其他來說 他這麼肥的長 食指特別肥 說權力育大是對的 因為男人做事就有權力育 如果不是就不成功 其他左手頭腦線很漂亮 事業線起得很早 代表早出來做事 這個是對的 因為看額也是 額角岩蟬與腹無緣 早出來做事 可能十六七歲 書奇功也很愛 就是讀書自己 照顧自己也很 搞那一陣也要出來做些事 所以掌來講是右手頭腦線 他不漂亮而已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斷了 可能是思想 或者是突然間頭腦出現的問題 小心頭痛 因為頭腦線是說腦 原來頭腦線斷了 他可能是智慧出現問題 或者突然間頭腦受傷也會 斷了可能受傷也會 是會的 會的 幸好他搏得來 不是斷了 我真的會再黏在頭腦線 是的 那相來講 除了額頭不漂亮 就知道少年運不好 出身應該就不太好 然後眉頭帶戰 感情混亂 鼻樑低 兩拳高 鼻樑低兩拳高的人 平身近跪 千萬不要獨當一面 因為獨當一面 比較困難一點 或者黏著朋友做事 比較好 面相到夏天 全部都漂亮 沒話談 上唇飽滿 五十六、五十七不錯 然後法令五百五九 不是 法令五六五七 面五百五九 嘴六十 全部都是不錯